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集我们就提到有限赤地楼标的事件 有朋友问,什么叫限赤地? 这个顾名思义,就是说那块地 卖出将来建的楼 就不可以比某一个尺数的单位 限赤,是不是? 那为什么会有限赤地呢? 这个故事就要从纳米楼的容颜开始讲起 所以今天就为大家准备了这一篇 《越住越小,越住越贵》 我发明的这句口号 就着过去10年,香港房屋供应表面上增加了 其实只不过是一场数字游戏而已 过去其实一直都有一种传说 就说只要增加了房屋供应 那楼价就会回落到可以负担的水平了 但是十几年过了 房屋供应呢 你看看那个图表 好像从2011年的时候 连一万货一年都不够 到增加到2018年和2020年这两年 是到差不多21,000货 那你说增加了一倍的供应 但是达到这个升一倍的房屋供应数字呢? 其实是背后呢 是透过将那些单位 扛細去 所以这段时间 那个房屋供应呢 大家就会看到 哇! 为什么大部分都是来自那些 轻建越来越小的单位呢? 那当然了 以前我们就已经是将 甲类住宅 就是实用面积40平方米以下 那些呢 就已经叫做甲类住宅 就是最小的了 但是自从呢 纳米楼的出现呢 现在我们又要分多一个级别 就是超小单位 那它就是小过260平方尺的 所以其实呢 这个房屋供应增加一倍 说穿了呢 是一个数字的游戏 等于劏房一样呢 是将单位一劏为二 房屋供应就自然增加一倍了 香港的房屋供应 究竟是不是有纳米化的数据呢? 那么呢 今天呢 就和大家分享一篇 利比的一篇研究文章 那里面就提到 叫做The Rise of Nano Threat in Hong Kong 纳米楼的出现 作者是Monica Zhang 那这篇文章是今年发表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幅图 那蓝色线呢 其实就是平均的实用面积 每个单位算 红色线呢 就是平均的建筑面积 每个单位算 那你见到呢 无论是建筑面积 GFA 定益或是实用面积 UFA 基本上呢 都是呈现一个明显的向下趋势 那譬如现在用实用面积算 那你见到呢 在2006年的时候呢 若膜是50平方米 每一个单位的 转转就回落 尤其是呢 在2015、2016年开始呢 哇 这里有一个大幅的下跌 就由40平方米一个单位 跌到哇 只剩26平方米一个单位 到2021年呢 更加进一步回落 但是这个也是楼宇的平均数而已 如果你看一下 如果我们看新落成的私人住宅楼宇 由2011到2020年看呢 就更加清楚看到 其实呢 持续大幅上升 也是在2016年开始出现 其实就是最小类别 就是class A甲类的住宅 那你见到哇 哇 直接是飙升了两倍 那于是乎呢 整体的供应呢 是好像由不足一万火呢 有辗转上升到 二万一千火的水平 那但是上集我们也说了 这个二万一这个数呢 就无以为计了 但是呢 起码在这十年呢 好像有一个挺强劲的升幅 升了一倍啊 但是从这个图表我们看到了 BCDE类别呢 基本上呢 都是维持大致相同 只不过呢 A类啊 就是最小类别的单位呢 是有一个大幅急升 那这个就是劏房效应啦 原本你建一个豪宅 将它劏五间那样 那就自然可以达到了 这个房屋供应量 大幅增加的效果了 而事实上呢 发展商呢 是越来越趋于 轻建越来越小的单位 啊 更加出现呢 就是连 传统的五个级别 都无法分类 是出现了 小过二十平方米的单位 那就是说 甲类的一半面积 那所以啦 这些这样的 我们唯有称之为 纳米楼的新类别楼宇呢 那第三幅图就更加清楚了 就是 现在出了一个新的级别 都不知道叫什么类好了 真是一颗眼泪 那这个就是小过二十平方米的 甲类特别类别 那你看到呢 是有出现了 越来越 占比 是增加的情况 那整体呢 全条巴 其实就是 当那一年度的 甲类住宅 如果红色呢 就是扣除了 纳米楼 那你看到呢 其实也是有 持续大幅增长 比如2020年计呢 就正是 甲类呢 就已经供应 9千多伙 就占了 全年供应 是超过一半的了 所以大家看到 红色 和灰色 再多一个纳米楼 的深蓝色 那么你看到呢 小单位呢 是占比越来越大的 好了 那你说 不要离去啊 总之房屋数量 供应增加了嘛 那要买楼的人 就住小一点了 自然就 楼价就应该回落了 但是呢 这一幅 就是私人住宅 楼价指数 那么你看到呢 深蓝色这一条呢 就是甲类楼宇 哇 他真是跑赢大市的 越小的单位呢 楼价升幅就越快 首先整体来看呢 去到2020年呢 根本香港的楼价指数 就持续上升 那你说 明明房屋供应增加了一倍了 对吧 楼价不跌一倍 不跌回一半 都起码跌四分一 不是啊 不单止没有跌啊 还持续攀升 整体上升 其中呢 越小的单位呢 就升幅 越惊人 越类的就是灰色 就排第二 甲类的就是深蓝色 就排第一 而且呢 遥遥领先 升呢 是升了一倍有多 由2011年的不足200 跑赢大市 升到超过400 那你就会看到呢 喂 很奇怪啊 跟这个供应不足理论 刚刚相反啊 你供应大幅增加 但是楼价就大幅上升 房屋供应增加一倍 就楼价升一倍 那这个呢 就刚刚好呢 跟供应不足理论 学说呢 的预测 是呈相反的方向的 那这个 是纳米楼涌现 是有证据实证支持的 最后的结论呢 就是说住宅单位面积小了 但是赤价呢 反而贵了很多 所以得不偿失的 这个呢 简直是雙重的和害 因为房屋供应透过纳米化 好像成功在短时间里面 哇 增加了很多 升了一倍 但是楼价不跌反升 那这个楼价指数整体呢 由2011年的182 一直升到2021年的392.7 这里升了一倍又多 所以供应增加一倍 就楼价升一倍 那虽然今年呢 就好像有轻微回落 现在最新8月份呢 就报368.2 但是用368.2计呢 仍然比2011年 升了一倍 那所以这个 是实证科学呢 告诉我们听 房屋供应升一倍 楼价是仍然升一倍 那这个就打破了 增加房屋供应 可以解决楼价不能负担的 这一种传说的了 更不幸的就是说 这10大家犧牲一切 去做到的 这个所谓房屋供应 增加的效果 依靠的 只不过是不断地 收拾住宅单位 一路劏房 来到达成 其实 对住户 对市民的生活质素 是有害无益的 好 今天分享到这里 拜拜